台湾知名雕塑家蒲天生 在台湾雕塑界楼下无数作品 包括第一尊掌公身着军装的 红雕像 就是出自蒲天生之手 而蒲天生的长子和孙女 现在也都传承了 蒲天生的好手艺 现在蒲家一家三代的作品 在百货公司都可以看得到了 台湾雕塑大师蒲天生 23岁就到日本求学 回台之后 致力于开拓台湾雕塑界 一生都沉浸在雕塑艺术当中 也奠令了台湾早期雕塑界的典范 而一家三代雕塑雕塑的专家 也在国际艺术史上 留下不少假话